异性之间接触了四个地方,发生关系只是早晚问题 现代的男人和女人总是被异性朋友包围着 这对他们的伴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也许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也许他们别有用心 简而言之,异性之间几乎没有纯粹的友谊 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有四件事 他们发生性关系只是时间问题 第一种情况,友谊或无意的身体接触 说按男女防御的时代已经结束 普通同事应该尽量避免过多身体接触 毕竟夫妻双方不是夫妻 所以最好不要有超过友谊的亲密接触 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身体接触 不管是友谊还是无意 实际上都是一种诱惑 第二种情况,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对方 如果你的伴侣喜欢与朋友分享事情的异性 一开始你可能会认为 他只是一个简单的朋友之间的交流 但你的伴侣总是与朋友分享这些东西的异性第一次 所有的情绪和悲伤想成为第一个指导 渐渐的他或他会在情感上依赖于异性朋友 这将导致情感上的亲密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感觉是正常的 第三种情况,异性朋友之间开一些大尺度玩笑 笑话中总是包含着一些认真和暗示的话 大尺度的玩笑开多了,笑着笑着就成真了 情景四,两个人在半夜单独一起喝酒 这件事几乎是一位异性朋友打破最后一扇窗户的前奏 我们通常在白天是异常清醒 所以我们被很多事情束缚着 那些我们不会做或不敢做的事情 但是当夜幕降临时,两个人单独出去喝酒 当他们喝多一点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做很多事情 即使第二天你后悔了 也可以用昨天喝多了来让你们俩从沙发上站起来 它不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当两个人晚上出去喝酒的时候 他们有理由去做一些不安全的事情 尽管他们是相对安全的 感谢观看